圖妖節是印度教的新年 马来西亚新生的慈祭志工办发放 邀信奉印度教的照顾户一起来团聚 大家一起布置现场 圖妖节是印度教的新年 慈祭照顾户印度裔的孩子 在感恩堂前用自己的双手 布置印井的传统图案 在厨房里承担大厨工作的 同样是印度裔的乌玛 这是她第二年的参与 因为姐姐接受慈祭帮忙 能够有机会付出 她觉得很荣幸 提供了餐点是徒妖节必吃的 黄姜拌饭 还有咖喱和酸菜 符合印度人口味 尊重印度教文化 新山慈祭志工 用心准备发放活动 更是邀请这对姐弟 上台表演印度传统歌曲 感恩父母 行孝 行善 不能等 德鲁舍威虽然贫困 在这一天还是带着祖统回娘家 她和女儿贩卖贴纸 将一半的收入全捐给慈祭 女儿达生妮还特地把英文版的 禁思语翻成马来文 不懂得就翻字典查阅 此季把光明带来告别黑暗 这正是徒妖节的意义 看着小孩开心的意义上台领红包 大人们也满心欢喜 这份祝福让一年的开始就充满幸福 打来新闻真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